那個律師在講那個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樹要怎麼修剪 然後甚至他們在推動一個要有license 可是基本上我就非常非常反對這種 因為別人可能只是把它當作是一個job 可是在我看來 那是超過藝術等級的那種工作 像我剛才有跟那個唐佩馨的這個講 比如說通常我在剪這棵樹的時候 我不但要考慮到這棵樹它所面臨到的環境的衝擊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就是說 我希望它的左靈右舍都是一個友善的空間 周圍的不管是鳥啊或是昆蟲 它可以自由遊走 那個怎麼樣把它規格化 在我看來不可能 那個是什麼 那是多少 像我曾經帶我們那些豪宅的客戶 我幫你們種的每一棵樹 你們一點感情都沒有 後來我幫他們做了一個導覽 我就帶他們去看 你們怎麼來看一棵樹 後來呢 我說你要假裝你是什麼 你是一隻白頭翁的時候 你怎麼來看這棵樹 你希望你這個棲地是什麼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家要嗎 巴洛可的裝潢或什麼什麼 那他們能要什麼 所以當我講給他們 他們都剛開始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知道這麼 我說你也可以不知道這麼 有一天 當地球指下人類的時候 你覺得還有趣嗎 我只希望說這些 像我所服務的很多客戶 他們覺得我很討厭 因為我總是跟他講一些 他們認為那都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可是我跟他講說 你們只是用錢買到了我部分的光陰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珍惜這個因緣的話 你就會得到更多更多 因為有很多東西超乎金錢 所能夠對價 謝謝